离苏格兰西部约20公里远的外海 有一座名为富兰南群岛的小岛 这座群岛由七座大小不易的岛屿所组成 冰冷的大西洋海水 从不间断地拍打着岛上几近荒芜的峭壁 这座阴森的小岛自古以来盛传着各种恐怖故事 探访这座小岛的居民也从不在此过夜 然而 偏偏这样一座恐怖阴森的岛屿 却是附近船只航行的必经之地 19世纪90年代 为了防止途径弗兰南群岛的帆船出现撞交事故 北方灯塔委员会经过商讨后 决定在弗兰南群岛中最大的岛屿 摩尔岛上修建一座灯塔 来为夜晚路过的船只直路 灯塔的建造工程花费了将近四年的时间 并在1899年的12月正式投入使用 这座刚刚竣工的灯塔 成为了岛上唯一的人工建筑 当时 灯塔的设计尚未自动化 黑夜里的灯塔需由灯塔守护人看守 灯塔竣工后 委员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便聘请了守塔人常驻在岛上 确保灯塔在漆黑的夜晚里如常运作 灯塔的建造及守塔人的入住 为这座诡异且阴森的小岛 增添了一丝人类文明的色彩 然而 谁也未曾预料到 这座灯塔将在启用一年以后 发生一起至今都无法解释的怪事 今天的一号观察室 将为您介绍一起 令人细思极恐的未接悬案 灯塔看守人离奇失踪事件 摩尔岛上的守塔小队由三名守塔人组成 看守工作采取轮班制 每位队员在岛六周后 将轮流乘船离开摩尔岛 享受两周的假期时间 与此同时 灯塔委员会将派遣第四名守塔人登岛 并和这名即将离开的队员换岗 以保证最少三名守塔人同时驻扎在岛上 一同看守灯塔 灯塔的在直守塔人分别为43岁的詹姆斯 杜卡特 40岁的唐奈德 麦克阿瑟 28岁的汤姆斯 马歇尔 以及事发时作为第四名守塔人的约瑟夫 摩尔 1900年的12月15日 距离摩尔岛灯塔的正式启用 已经过了整整一年 这天 一艘从美国费城远航至苏格兰利斯港的 蒸汽船阿彻托号 经过了位于航线内的富兰南群岛 船长霍尔曼王岛上的灯塔看去 发现了一个非常古怪的现象 此时的摩尔岛漆黑一片 岛上的灯塔竟然没有在运作 无论在什么时候 灯塔的讯号对附近航行的船只 都有着非常大的导航作用 如果灯塔被关闭了 代表岛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想到这里 霍尔曼船长认为 或许是因为天气的关系 导致了摩尔岛上电源供应被中断了 没有了电源 灯塔自然没办法正常地运作 随即 霍尔曼船长把这一切记录在航海日志里 在阿彻托号靠岸后 把摩尔岛上灯塔不亮的事情经过 承报给了灯塔委员会 无奈 摩尔岛海域恶劣的天气仍旧持续着 纵使岛上的灯塔没有运作 灯塔委员会也没有立即采取行动 甚至 原本预定在荡月20日前往摩尔岛的物资船 也因为天气的关系 把启航日期给魔后了 殊不知 这一系列的延误 间接促成了一起破瘦迷离的悬案 原定在20日前往摩尔岛的物资船 因为天气的关系 足足延后了6天 才在26日00启程 此时 距离阿彻托号船长发现灯塔运作不妥 已经过了11天 这艘前往摩尔岛的物资船 名为长庚星号 船上除了装载公首塔人使用的物资外 也搭载了刚刚结束假期 准备登岛换岛的第4名 首塔人约瑟夫摩尔 摩尔岛的码头位于岛屿的东面 当长庚星号准备靠岸时 发现本应做好靠岸准备的码头空空如也 气台上不仅没有旗帜 也没有任何一位首塔人 再次迎接他们的到来 依照惯例 船长詹姆斯鸣了三声长笛 发射了信号弹 向岛上的首塔人 再次表示他们的到来 然而 回应着长灯星号的 只有空中盘旋的海鸥声 以及从不见断的海浪拍击声 四周异常的宁静 一阵莫名的不安 涌上了船长一伙人的心头 随后 约瑟夫独自划船 登上了摩尔岛一探究竟 此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等待着他的 将是一起令人匪夷所思的 集体失踪事件 约瑟夫登上了码头后 一路沿着岸上的石阶 往灯塔大门走去 他不断呼叫着 三位同伴的名字 却依旧没有得到回应 当约瑟夫抵达灯塔的大门时 发现灯塔前院 以及正门都是紧闭着的 他打开了门进入了塔房 这是三名首塔人 进行日常作息的地方 房里的灯依旧亮着 经过一番探查 约瑟夫发现 卧室里的床铺十分凌乱 厨房里整齐地排放着 干净的餐具 餐桌上的盘子 摆满了各种食物 屋内的一切看似正常 但无论约瑟夫怎么寻找 就是不见三名首塔人的踪影 随后 约瑟夫记录了另外几个 非常可疑的发现 厨房里的一张椅子 是翻倒着的 像是被什么人匆忙地打翻了 平时在墙上悬挂着的 三件油皮大衣 此时只剩下了一件 以及最诡异的现象 那就是房里的时钟 全都停摆了 屋内的时间就像是被冻结般 伴随着约瑟夫的 只有诡异的宁静 他再也安耐不住心中的担忧 赶紧回到长庚星号 把所发现的一切向船长汇报 不一会儿 船长便下令让三名水手 陪同约瑟夫再次上岸 打算把摩尔岛里里外外 都搜了个遍 希望能得到三名首塔人的蛛丝马迹 摩尔岛虽然是 弗兰南群岛中最大的岛屿 但占地仅42英亩 站在岛的最高处 便可以一眼瞭望至每个方向的尽头 当一伙人来到岛屿的西面时 映入眼帘的 是凌乱的设备 以及破损的栅栏 与东岸的平静不同 摩尔岛的西岸 已被几天前的暴风雨严重破坏 经过一番艰苦的寻找 约瑟夫一伙人 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三名同伴的线索 摩尔岛的三名灯塔首塔人 就这样在封闭的小岛上 彻底蒸发了 首塔人消失了 但摩尔岛的灯塔仍需维持运作 为此 一伙人在卸下船上的物资后 约瑟夫和三名水手 留在岛上恢复灯塔的运行 长庚星号则独自返航 随后 船长詹姆斯向灯塔委员会 发出了一封紧急电报 并在电报里 说明了关于摩尔岛灯塔首塔人失踪的发现 电报里这么说着 摩尔岛上发生了一起可怕的事故 三名看守人 杜卡特 马歇尔和迈克阿瑟同时从岛上消失了 钟表停了下来 其他迹象表明 事故也许发生在一周以前 可怜的家伙们 他们一定是被强风吹到了悬崖上 或士族跌下悬崖溺壁了 三名首塔人同时在封闭的岛上失踪 这起不寻常的事件马上引起了北方灯塔委员会的注意 委员会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 准备对三人的失踪案展开更深入的调查 小组的组长为罗伯特 摩尔海德 摩尔岛上的灯塔在一年前竣工时 是罗伯特亲自聘请了这三名海员前往岛上担任首塔人 因此由对三名首塔人最为了解的罗伯特来担任调查组长 实在适合不过的事 在他的带领下 调查小组很快便重新登上小岛 对首塔人的失踪案展开了更全面的搜查 经过一番探索 罗伯特把焦点聚集在了首塔人的日志上 记录下每日的工作情况 是首塔人主要的职责之一 罗伯特把首塔人的日志仔细阅读一遍 发现日志是由最年轻的首塔人马歇尔所记录 前大部分的日志内容正常地记录着首塔人们每天的工作 但唯独最后四天的日志 让罗伯特察觉到了一丝诡异 四天中的第一天 马歇尔在日志中写道 十二月十二日 风吹向西北 二十年来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大风 杜凯特非常安静 麦克阿瑟则不断地哭泣 读到这里 一阵不寻常的感觉涌上了罗伯特的心头 他对首塔人麦克阿瑟非常了解 或者是一位苏格兰硬汉 拥有丰富的航海经验 年轻时就与大海打交道的他 却因为一阵大风哭泣 罗伯特怎么也无法相信 带着疑惑 他继续往下阅读第二天的日志 日志中记载道 十二月十三日 风吹向西北 这天 暴风依旧在肆虐 我们三个人 都开始向上帝祈祷 罗伯特继续往后翻阅 发现十二月十四日的日志一片空白 直接跳到了十五日 十二月十五日 风暴在中午结束了 海面终于恢复了平静 上帝无处不在 马歇尔的日志 大大加深了罗伯特的疑惑 撇开空白的十四日 三名拥有丰富经验的海员 在新建仅一年的灯塔上 因为暴风而害怕 祈祷 甚至哭泣 完全就是不合常理的事情 令他感到更加毛补悚然的是 日志中的最后四天 四周的海域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暴风雨 那起破坏了岛屿西岸的暴风雨 是在十九日才正式来临 马歇尔的日记 让整起事件更加诡异 随后的几天里 调查小组在弗兰南群岛周边的海域 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搜索 却依旧什么也没有找到 三名守塔人 就好像进入了平行时空一样 彻底从岛上人间蒸发了 调查小组在经过分析后 以罗伯特为首 对摩尔岛守塔人的失踪事故 提出了一个比较广泛的假设 12月中的一天 三名守塔人中的两人在暴风雨肆虐后 穿上油皮大衣 来到了摩尔岛的西岸 合力抢修岸上损坏的设备 根据灯塔守则 无论守塔人如何分工 都必须始终有一名守塔人留在灯塔内 以保证灯塔的正常运作 然而 这名留在灯塔内的守塔人在不久后 突然观测到了一波史无前例的巨浪 他赶紧放下手中的一切 连雨具也没时间佩戴 匆忙地来到西岸 提醒另外两名同伴 最终 三人没来得及逃生 一起被风浪卷进了海里 这项假设很好地解释了 那把被打翻的椅子 以及为何其中一人的雨具 原封不动地悬挂在墙上 但是 这项假设却和当初在约瑟夫到访时 灯塔紧闭的大门发生了矛盾 尚若这名守塔人离开得如此匆忙 连雨具都无法佩戴 他又怎么有时间 在出门时把灯塔大门关闭呢 此外 无论罗伯特怎么分析 始终无法对守塔人马歇尔的日志 提出一个有利的结论 错乱的日期 诡异的大风 守塔人们不寻常的精神状态 以及最后的集体凭空消失 让这起失踪案在被报道后 马上成为了社会舆论的焦点 长期生活在弗兰南群岛附近的原住民身心 三人一定是遇到了 在当地非常有名的海怪 这些栖息在海底的怪物 在数百年前就已经被记载 正是他们扰乱了三名守塔人的心智 随后将他们拖入了深不见底的海洋 也有人怀疑 三名守塔人或许是因为 长期居住在封闭的岛上 产生了精神错乱 进而做出迫害彼此的举动 导致最后三人全都跌下悬崖 被卷入了无情的大海之中 无论人民怎么猜测 事情的真相 已经永远地沉入了冰冷的海水里 再也无法得知 事发后的几十年里 摩尔岛上的灯塔仍由守塔人守护着 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失踪事件 一直到1971年 实施了全自动画的摩尔岛灯塔 不再需要守塔人的长期驻扎 灯塔一直运行至今 并只有在需要维护时 才会有人到访 当年的失踪案 也采纳了调查小组的假设 被官方以抢修事故进行结案 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依然没有人能真正地破解这起失踪案 罗伯特在官方报告中如此说道 我在12月7日时 才当到岛上探望他们 我时不时仍会犹豫地想起 我是最后一个与他们握手道别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